有这么一段故事 所以看到这一点 我们真是寒毛之术 这个在一般讲 是真能算故事吗 这太微不足道了 但是果报太可怕了 佛经里面像这种公案很多 我们相信佛没有妄语 拿过去这个案例 提供给我们做参考 我们今天得学不如人了 可是我们觉得不满意的是有很多 他都龙王 我们恐怕做成下病下降了 得不到这个地位 你就知道因果可畏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得到个结论 佛报现前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不能让自己有一点点贪念 有贪念 我归到去了 纵然明经好事 要做个福德鬼 福德鬼是什么 民间败的这些鬼神 土地公 福德鬼里面震慎 城隍 土地 山神 这一类去了 还是鬼道 离不开鬼道 你已经 我云 决定不能有怨恨 要承受 就是要接受 什么样的物云 我也接受 没有怨恨 那我们念佛人 心里面只念阿弥陀佛 求生见度 必定的神 总而言之 一定要记住 决定不给人结缘住 他看我过不去 我们想到 我这一生没有得罪他 可能在前世 因果 同三世 无缘无故 对你无礼 这肯定是前世因果 这些事情 在平常会见到 你只要你留意 想一想 我们到外面 就走一圈 有的时候碰到人 陌生人 人都不认识 现在你笑笑点点头 善于 你不你 我听不想你 对我说是 你不想你 如果我说是 我说是